大家好 今天是6月4号 今天香港台湾美国纪念六四三十一周年的活动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但是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军事演习 对台湾的武力恭贺也更加的升级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香港维多里亚公园纪念六四 生世好大的活动前段时间比香港政府禁止了 但是昨天还有超过一万人参加了纪念六四的活动 朱耀明牧师 支联会的主席李卓仁 黄志峰等人都参加了这个聚会 而且这一万多人一块喊口号 那就是要求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没有报名 只有报政 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 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号 那穷情激昂 实际上显示出香港人民无谓的勇气和支持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另外在美国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非常的重视 昨天开始就有线上的纪念六四的活动 蓬佩奥昨天还借鉴了天安门著名的学生领袖王丹 还有李恒青 还有和尚总撰稿人苏小康 还有当时的香港学联的代表李兰菊 这实际上显示了对中国民主运动最大的支持 而且蓬佩奥也参加了跟天安门母亲的视频的一个对话 这是美国国务院女性一个事务局她来主办的 这是第一次国务院跟天安门母亲对话 显示出对六四这些死难者的尊重和缅怀 所以美国政府这次花了很大的心力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希望中国因为内部的民主运动而开始进行风化 美国政府在今年特别的支持 我们对此表示非常的感谢 那么中国大陆内部天安门母亲 昨天去了万安公墓 有五个母亲来纪念他们31年前死去的孩子 全程也都受到中国公安的监视 还有很多参与海外的网上纪念的像陈云飞等朋友 因为参加这些活动也比公安抓捕 更多的人在这个期间比监视居住比软禁 1999年六四十周年我刚到北京也是比公安给抓起来 后来前孙的青海老家在老家待了一年 那么其他的在北京的日子一到六四满城都是警察 全民戒兵形势是非常的紧张 中共每到六四他觉得就是国难当头 他是非常的恐慌的 那辽宁海事局就发了一个通告 说是在辽宁附近的海面上 六月四号到六月十号的这个期间 要进行实弹的演习 那这个通告实际上延续了他一贯的做法 就是在六四期间他进行暴力的恐吓 他担心人民的民变 也担心发生重大的政治的变故 他以这个军事演习来掩盖六四 那另一方面呢 六月三号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 突然播出了中国的七十三集团军 七十四集团军演乱登陆作战的很多的一些镜头 一些画面 他们演练就是贪图怎么样登陆 怎么样抢占这些军事要地 整个呢就是共战台湾的整个军事演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展示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们还是继续的强调对台湾的这种武力的威胁 我们知道呢 今年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上 对台湾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到和平统一 根本也没提到九万公十 我们知道呢 这些都是和平统一的一些基础一些基调 但是这些基调呢已经没有了 说明呢 中共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 那就是武力统一 包括他对香港实行国安法 彻底废除香港的一国两制呢 也表明再没有一国两制这个样板 来对台湾呢 起一个楷模的作用 我现在搞的就是一国一制 那是对香港 那对台湾呢 唯有武力的统一 那针对香港的局势 针对中美的猛战 针对全球的 因为中国而产生的各种的变化呢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一个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的前国防部的官员 这个官员呢 中国名字叫陶安卓 他以前在国防部呢 是专门分管东亚事务的 所以对中国啊台湾呢 东亚这件事情他是非常的熟悉 后来从国防部退休之后呢 做一个学者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那记者问他的时候 他首先谈中美关系 他说中美关系呢 现在还不是冷战 正在进入冷战 他说冷战呢 是彻底的断绝经济的关系 彻底的断绝人员的往来 完全是振奋相对 就跟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一样 但现在呢 中美之间呢 还有贸易的往来 关于这个大豆农产品呢 一会儿要 一会儿不要 当然这是中共呢 在耍这个小聪明 但是呢美国也希望 还是要他来购买 所以这个贸易关系呢 现在还没断 人员呢 还在继续的往来 所以现在还不是冷战 还是朝这个冷战呢 在进行当中 现在呢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他说呢 就是川普政府所说的 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的 全面的战略性竞争 现在恰当的一个 中美关系的定位 就是一个战略性竞争的定位 也可以说是一个 从战略性竞争到冷战 逐渐过渡的中间状态 那中美呢 因为利益的冲突 因为价值观的冲突呢 肯定会走向冷战 在香港的问题 在台湾的问题啊 会有大的一个冲突 记者问他 在香港方面呢 如何制裁 他说呢 最起码就是美国军队 美国警方呢 对香港警方的支持呢 肯定呢 已经是戛然而止了 那其他贸易方面呢 他说呢 美国因为大量的利益 含在香港 可能呢 会采取有步骤 有程序的方式 一步一步呢 跟香港进行脱钩 也是制裁这方面 进行慢慢的一个进展 那对台湾问题呢 他觉得台湾问题 是非常的严重的 他认为呢 中共啊 习近平呢 可能在2024年 就要攻打台湾 他的具体的这个时间多数了 那为什么定在2024年呢 实际上在2022年 中共会召开20大 在20大呢 就是决定习近平 他会不会第三届连任 那第三届连任呢 这个呢 完全违反了党的规矩 江泽民 胡锦涛都是两届 实际上邓小平呢 也有这样一个意思 绝对不能有三届 那有三届之后 就有四届 就是完全是终身制了 虽然呢 习近平在宪法上 已经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人际限制 就是终身制 但是真的到那个点上之后呢 他肯定还会遇到一些麻烦 所以呢 在2021年20大 肯定有一定的权力的斗争 激烈的交锋之后呢 他顺利的进行第三届的连任 那连任之后呢 他的权力得到巩固 他就要实现他的理想 这个理想呢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们 就是要进行战争 所以从2020 准备两年到2024年呢 正式对台湾作战 这就是唐安卓的判断 他认为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主要的一些因素 让习近平呢 来在台湾 印度南中国海上 不断的挑衅 那第一个原因呢 就跟他分析这个 二十大是一样的 就是权力的斗争 因为各种反对 他的声音是非常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必须以战争的方式 战争的理由 来消除一切 反对他的声音 不同于他的声音 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那么通过打仗呢 他也可以无限的连任 战事的领导人呢 无论在民主国家 专制国家 打仗了之后 你就可以连任 我们说在爱战期间呢 美国总统罗斯福 他连任了四届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 绝无尽有的 但是呢 美国人民也同意 因为在战争年代嘛 你有非常时间 你连任的话 加强这个稳固 而且战争年代 你没有时间举行大选呢 所以呢 以战争的名义 可以保卫他 个人独裁的这个地位 这是他考虑的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呢 习近平就是要洗刷 中国的百年耻辱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呢 习近平啊 这些左派都认为 中国呢受了这些 列强的欺负 所以我们现在要洗刷这个耻辱 洗刷耻辱呢 必须要战争 这个观点呢 跟希特勒是特别相似 那希特勒呢 就是德国在一战的时候战败 战败之后呢 各让土地 还有赔款 很多 让德国民族是非常的屈辱 这个屈辱呢 不仅是德国的军人 纳粹党他们感到屈辱 每一个德国人感到屈辱 所以呢 他就煽动每一个德国人 我们要复仇 我们要强大 我们要争取我们的生存空间 所以纳粹党呢 应用来生 一下崛起 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所以希特勒后来发动 很多的战争呢 那德国人呢 都是支持他的 他就是利用了 德国人 要洗刷耻辱 要恢复昔日的荣耀 恢复忠言 这样一种心态 那习近平呢 现在也在 故意的制造 我们近代以来 受了哪些的罪啊 哪些的耻辱啊 我们一定要洗刷掉这个耻辱 所以我们要赢得忠言 赢得我们的生存空间 那么在南中国 还在印度 在台湾 在香港呢 我们实际上是 洗刷我们的耻辱 我们是扳回我们的荣耀 所以呢 他以这种 统一台湾的方式呢 来洗刷耻辱 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荣的梦想 但是这是他最重要的 一个理由 所以在这个理由下 他肯定呢 会进行战争 所以这个战争的机器呢 是专制者特有的一个 使用的工具 一旦他对内进行高度的 法西斯的镇压的话 那对外呢 他肯定会发生战争 这种战争呢 一旦爆发之后 那就是停不了 就像希特勒 一开始 通病奥地利 后来通病了 杰克斯洛法克 马上就打了波兰 打完波兰呢 把整个欧洲呢 除了英国之外 全都清战了 大家以为 他就消停了 会把欧洲呢 这个地盘呢 给经营起来 也就不错了 但是没想到 他伤心病狂了 他要去打苏联 结果打苏联呢 打得一败 突地 就跟当年的 拿破龙一样 那一到冬天呢 你欧洲来的这些人 在莫斯科 肯定会遭遇惨败 但是呢 他的这个战争武器呢 一旦开动呢 他就是没法停止 就跟日本法西斯一样 他侵略满洲国 侵略中国大陆 但是呢 他受这个战争机器的出示 后来不得不发动了 太平洋战争 然后甚至跟美国叫板 现在想起来 这个珍珠港 袭击呢 完全是一个大的赌博啊 但是 你战争发动之后 这个机器开始运转之后 你已经身不由己了 那习近平他搞个人独裁 在国内呢 搞法西斯镇压 那他肯定会走向对外战争 而且对外战争一发动呢 肯定他也会收拾不了 他可能全面开战 对这个越南啊 对印度啊 对台湾啊 那更不用说了 那那个时候呢 中美两国就肯定从冷战 走向热战 而这个热战呢 肯定就会结束习近平 他的小命 结束中国政权 所以呢 我们一再强调的是 在六四三十一周年之后 我们要向全国际社会 呼吁的就是三点 全面的制裁 彻底的脱垢 军事的打击 先实现前面这两条 这两条呢 现在呢 美国实际上正在找这个方向进行 全面的制裁 确实是全面的制裁 昨天呢 就是公布了 设新疆的三十三个企业 他在六月五号的时候 正式对他们进行制裁 那么这些制裁呢 我们看到会全面的进行下去 那彻底的脱垢呢 目前还是战略性竞争 但是呢 朝这个经济的脱垢 军事的对峙 政治人员的往来 全面的停止啊 全面的脱垢呢 已经朝这个方向 开始大步加速度的行进了 那最后一点呢 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 那热战军事的打击呢 也到时候是箭在悬上 不得不发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对时局就分析到这里 明天我们会继续的进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保身传媒 再见